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并获得马来西亚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以及意大利770年名校西安纳大学终身荣誉课作教授殊荣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赛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佛教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 今天 卢台长慈悲心系印尼佛友 特别安排加书这场佛友见面会 让我们可以聆听佛法共沾马喜 感恩关心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姓缘 感恩师父卢军红台长慈悲成怨普度有缘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最近的卢军红台长 谢谢大家 修为行善在于心 学佛精进在于行行为 人间慈悲是本缘 普度众生且善缘 其实呢 今天呢不是正规的法会 因为是明天嘛 他们 很多海外来的 包括从欧美啊 他们 飞几十个小时啊 还有我们来自 马来西亚 还有来自新加坡 很多香港 还来自台湾 还来自很多我们的佛友都来看望师父 所以呢晚上呢 师父也不会让你们不听 总要跟大家聊聊 索性聊一下呢 那师父说还不如真正规规给大家 啊 讲一讲 所以呢 是感恩大慈大悲 救护全南观世音菩萨 还有各位法师 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还有我们的嘉宾 台湾总是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和大家呢 相处呢 出些开示弘法 当一个人经常能够听到佛法的时候呢 他犹如呢 一种清新的空气 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然的 一种美 环境的美好 佛法呢 犹如雨露之论 让我们每个人的心啊 变得越来越善良 越来越慈悲 我们慈悲的人会烦恼少 不慈悲的人会烦恼多 那么明天正式法会之前呢 台湾呢 也是希望今天晚上多接触 和多临近一些佛法的和传统文化 我们呢 要去处无名 就是说 把过去没有听到 或不熟悉的 和一些不知道的事情呢 要慢慢的去了解它 那么破到我直 就是不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执着 那么就在我出国 就是四五天前吧 那么我们学心灵版本有一个佛友 学了也没多少时间 人家欠他欠了他八千万 因为这个八千万不是完全是他的钱 他还 我们家借了很多 投资一个很大的项目 最后呢 被人家骗取了 一直不还他 打官司也没用 做任何事情也用 天天呢 他非常的痛苦不堪 难受 也寻找过很多的途径想解决 差点还害了自己的命 没想到 他学到心灵法文之后呢 念经 许愿放生 之后呢 居然呢 在两周之前 人家把八千万全还给他 所以 夫妻之间有时候吵架的时候 你再怎么劝太太 太太不会听你的 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 这个先生发提气 太太再怎么想跟他讲话 他也不理你 实际上就是 不同的钥匙开不同的门 这个时候如果小孩子走过来 妈妈一脚 爸爸都马上跟他讲话 所以 我们说 心灵是锁 法门就是钥匙 用我们的法门去 开启心灵的智慧 那就叫心灵法门 我们 只有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 菩萨之下 把这把金钥匙 打开我们多年 无名习气 所种下的因果 愿这次 台长到印尼的巴旦岛 能够救度 更多的有缘众生 愿欢思 佛光 佛光 佛照 大地 这几天 印尼也有 六点 一级地震 新西兰也是 六点三 希腊 又是六点五级 仅仅在 新年至今 因为我在 1月17号 我在 悉尼的法会上 他们让我预测 我就说 2016年的地震 会越来越频繁 结果仅仅只有 1月27号到今天 已经有28次 6基以上的地震 大家想一想 每天的车祸 死多少人 所以全世界 因车祸死亡的人 是124万人 想一想 我们能坐在这里 我们还感觉到 不平安 这个世界 没有车祸 没有癌症 没有伤心痛苦 家里还能 快快乐乐地活着 这就是 平安 就是福了 2015年 最新统计的数字 是 癌症死亡人数 是850万人 加一想 现在的人 死得比生得还要快 实际上就这样 是在收人一样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在全球呢 约有 3亿4千万 忧郁症患者 3亿4千万 而且呢 年龄越来越年轻 所以现在 为什么很多孩子 读读书突然之间 呈忧郁症 自闭症了 不愿意再去上课 害怕跟人接触 实际上 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人跟人之间 为利益而活着 阿谷我掌 五欲六成的世界当中 我们怎么样保持自己一颗清静无碍的心 我们要去救度更多的众生 这就是我们最重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你让别人发喜 你让别人幸福 你会越来越幸福 你让别人发喜 你会变得越来越发喜 你让家里人越来越开心 你会越来越开心 天天学菩萨 天天做善人 这就是人间天堂了 我们学博人 很多人求佛 经常求求菩萨 就不求了 里面有很大的因素 就是在到庙里去之后 菩萨你保佑我 让我这件事情成功啊 让我求到孩子啊 一求求不到之后呢 接下来呢 菩萨不灵吗 不灵吗 不求了 人的毛病 就是要马上 记住了 种下去的果实 不会马上长出来 一个人抽烟 抽了几十年 他才会生开症 所以我有时候劝别人 我说你不要抽烟 他都说 太长我费很好 那么等到他费坏的时候 那么这就是裹出来 所以做人要懂得 拼命的去做善事 去帮助别人 不要去等到回报 台长举个例子 你今天帮了 一百个人了 你不要去认为 他们会回报我 最后来了 二十个人 来对你很好 回报你 你非常的开心 菩萨保佑啊 我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来对我好的了 因为你把对别人好的一百个多个人的这种付出 你已经忘记了 所以只管耕耘不要去问收获 记住了 记住了 种下去的种子 它一定会长大发芽的 所以人间呢 在名利的背后 不是沧桑就是肮脏 所以追名追利的人啊 最高后来自己会很痛的 不追求名利的人是福啊 有福的人 名利 实际上就是用你纯洁的心 作为代价来换取 放弃你人间的 作为代价 所以要放弃人间的名利 你才能承传你善良的心灵 人之所以会活得很累 是因为我们放不下架子 撕不开面子 解不开情节 所以人一生就活在痛苦当中 实际上能够把自己看低 放下 你很快就会随缘 对缘分 我们不能执着 记住了 缘分像一本书一样 我们有时候翻书不经意的 就会错过 我们把这本书读得太认真 我们又会有太多的苦和累 所以用心学博 用自己的心装满 你就是心灵 佛心 心像个口袋 东西少装点 就叫心灵 你把人间的 什么的不好的东西 都装在你的心里 那你就叫心眼 所以再多一点装的 那叫有心计 所以装的太多 你就会心计不好 学博人 心灵要放下 心里放不过别人 总是既恨别人的人 就叫没有慈悲 一个人有智慧的人 要放下自己 看到别人的优点 愚者把放下当作绝望 你能放下多少 实际上幸福就有多少 很多人因为失恋 放不下 天天难过 男朋友已经离你而去了 还在家里自责 别人给你一个伤害 你在家里给自己造成 一百个一千个伤害 就是你自己 所以放下也就放下了 结束就是结束了 过去就叫过去 所以过去的不可得 未来的还没有到 把握好今天 你才是一个智者呀 我们现在的人 系量越来越小 相互之间矛盾百出 太太不相信先生 先生也不相信妻子 这样的生活 你怎么样过得好呢 在网上有一句流言 这种打这种 像这种诗一样 台长让你们笑一笑 有一个女人说 天是蓝的 海是深的 男人的话 没一句是真的 爱是永恒的 血是鲜红的 男人不骂是不行的 男人如果有钱了 和谁都是有缘的 要想男人靠得住 肥猪都会爬上树 所以 这个就是因为不相信 如果我们现在男人学佛了 你的太太就不会这么讲了 因为学佛人 她知道我不能违反菩萨的天意呀 我不能做错事情 否则我要下地狱呀 所以就由菩萨和后把神替你管住老公了 所以在座的 赶快让你的先生学佛念经 我们人常常为小小的委屈难过半天 自己想不通 还要影响别人 我们经常活在后悔当中 称恨自己 实际上人生注定要接受千千万万的委屈 当你生出来到这个世界 你就在委屈当中 当你刚刚懂得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投胎投胎这个家 为什么我要有这个妈妈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爸爸 当自己知道爸爸是太阳 妈妈是月亮的时候 当你知道爸爸妈妈又在争吵 会抛弃自己的时候 你的心就被太阳和月亮震碎了 这就是现代人的自私 台长说的都是真话 我不跟你们说假话 所以现在孩子的忧郁症越来越多 跟爸爸妈妈是非常有关系的 希望大家要懂得要修行 一个人想成功 你遭受的委屈会越来越多 一个人想修行 你遭受的委屈也会越来越多 你不要在乎自己的委屈会越来越多 人的生命是可贵 但是会命是更重要 当一个人只有生命而没有会命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植物人 当一个精神病患者 他只有身体 他可以吃可以睡 但是他没有思维 忘记了一切 他就是失去了最宝贵的慧命 我们今天学博 就是要让大家拥有这颗慧命 让自己懂得怎么样帮助别人 让自己懂得怎么爱护自己的亲人 我珍惜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会珍惜你 你懂得怎么样爱护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会来爱护你 这就叫因果 这就叫报应 学博要学会 以笑致直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笑一笑就过去了 有一个人卖花瓶的 挑了一个篮子 前面都是精致不得了的花瓶 后面也是走路走得急了 突然之间一个花瓶胖掉下来 碎掉了 这个时候边上人说 老先生你花瓶掉了 他看都不看继续往前走 那个人追上去跟他讲 老先生你刚刚那个花瓶碎了 他笑一笑 冲着那个年轻人说 碎了 还能再把它粘起来吗 碎了就碎了 结束就结束 所以我们人间碰到的苦难 烦恼 过去了就不要再去想了 不要再去烦了 很多人的毛病 就是把过去不好的事情 不停地捡回来 想装起来又装不起来 天天还要自责 还要你看 我在几几年 我跟他好的时候 他不是这么带我的 想一想 过去就叫过去 过去就叫pasta 过了就得去 去了就要过 所以过去的 永远不要再放在心里 看看新年到了 要有一个好收成 好好的在你心中 种上你的莲花吧 我们人要学会转化 人间的外境 给你带来的伤害 不管别人给你带来什么伤害 你要学会忍辱 记住 能忍耐的人 他境界才会高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商场里 帮别人顾客吵架的 都是职员 营业员 要售货员 对不对呀 等到别人吵架了 来把经理找来 这个经理一过来 不管谁对谁从 对不起 我们工作 我们服务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所以他才能做经理呀 所以要懂得忏悔 要懂得自己 要学会忍辱 慢慢的 你才会在你的宽容中 不断的成长 记住一句话 要包容 就是圆容 圆的东西 他才能往前走 想一想 如果汽车的轮子不是圆的 他能往前走吗 请鼓掌 现在人的 现在人的气量越来越小 我经常讲一个男的 气量小的事情 这个男士也不要不开心 因为这里 今天女士比较多 以后等到这里全是男士 女士少的时候呢 我就反过来讲 说现在的男人呢 气量小的不得了 被老婆上床之前呢 一顿臭骂 骂得来 在床上睡不觉气的呢 难过了半天 到两点钟一看 太太睡着了 这时候偷偷的爬起来 跑到厨房间 把每一个酱油瓶 麻油瓶 所有的瓶盖 全部拧得紧得不得了 然后很开心的 她在床上睡觉去 等到第二天早上 她太太起来 到厨房间 没有一个盖子打得开了 在厨房间骂人了 叫谁啊 叫谁到了 她在那里 哈哈 这篇小事也要报 还想听吗 再讲一个好吧 一个老 一个太太非常厉害 叫男人在家里 给孩子 去烧饭 烧水 洗衣服 男人呢 敢怒不敢言呢 对不对啊 她说她每天 最快乐的时候呢 就是她太太啊 晚上在 卫生间 用那种 清洁的水啊 在脸上拍脸的时候 她太太在 啪啪啪拍脸的时候呢 她在脸上 打死你 打中眼 打中眼 叫我 叫我那个孩子 叫我烧饭 叫我洗衣服 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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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台长呢 告诉她 告诉大家 那么 我呢 就是在 前一个月吧 看出一位女士血液不好 她的血凝度很高 而且血压不稳 肠胃粘连 吃东西不消化 台长还看见 她背部骨头断脸 小时候坐车呢 遇到一个击刹车 就把她背的弄断了 造成卵阻子很伤 这个听众马上就说 哎呦 真的有一次 那次差点没命了 我给大家 放一下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我想问78年 属法的 你的 问她的健康 血液不好 血凝度很高 血压也不是太稳定 对对对 肠胃有一点粘连 很虚弱 经常吃东西就酸痛 对对对 没错 而且老觉得吃下去就不消化 哦 她背后很痛 她讲她背后 我告诉你啊 她在她的背这个地方啊 这个骨头啊 这个骨头啊 有一点松啊 就是像人家断裂过一样 哦 她过去有 应该有一次做人家的汽车啊 人家一个急刹车啊 对啊对啊 台长 没错 她小时候啊 太厉害了 我告诉你 小时候有一个急刹车 一下子把她的背啊 弄断了 对 她讲她差一点没命啊 对了 就是那一次 根本没有治好 所以 一直到现在 软组织一直损伤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感恩 谢谢 今天呢 其实呢 我想呢 告诉大家 一个 讲点精彩的 而且呢 因为我看年轻人很多 我讲一点 带有科学观的 佛法 研究人生的话题 你们一定喜欢 不管你学博不学博 你都会很喜欢 我讲的下面的话题 今天讲什么话题呢 讲给大家听 人跟人之间啊 为什么有些人 脑子本来很清楚的 思维很敏捷 但是碰到了 另外一个人之后呢 你的思维突然会打乱 要讲的话想不起来了 被他一讲话你傻掉 或者停止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 有一个磁场 这个磁场呢 都有一种释放 和吸收 别人磁场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经常 和一些脑子里 比较肮脏的人 在一起接触 他会把你的磁场 污染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你如果经常 跟心灵比较干净的人 在一起 他自己心灵 会散发出的磁场 把你的心灵会净化 所以为什么 要跟好人在一起 你会越来越幸运 你今天 跟坏人在一起 你一定会越来越倒霉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跟赌鬼在一起 你是不是会越来越 变赌博 赌棍 你如果今天 跟一个好色的人在一起 你是不是整天 就会变得好色了 你受他的影响了 对不对呀 如果你今天 跟我们学博的人 都在一起念经 你是不是会变得 越来越善良吗 我们在这里 不会骂人 不会偷东西 不会做坏事 今天大家散发出的磁场 都是正能量 那你坐在这里 一定会很开心了吧 你想想看有些人 不要说跟人跟人的解处 就是打一个电话 对方哭哭啼啼的 你电话挂了之后 你的心情 马上受他磁场影响 一会儿一会儿 唉 真没劲 对不对呀 很多人去参加完 火葬场的追悼会 回到家里 人真的没意思 对不对呀 你跟我们在一起 越来越有意思 因为我们讲的是 人不会死的啦 现在很多人问台长 台长你很厉害啊 你什么都知道 手机有没有磁场啊 肤色啊 当然有了 手机你打了时间长 你头会痛啊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磁场 干扰我们啊 对不对呀 但是就像人跟人接触一样 虽然你没有觉察到 它对你的这种影响 如果我们今天讲话 跟我今天说 唉 你知道吗 今天这个天气很好 边上来个好什么啊 昨天还阴天呢 你说哎呀 这两天过年了 我们要开心一点 开心什么 跟你这种人在一起生活 能开心吗 你想一想 他只要反对你 你已经被他的磁场产生混乱 他再讲第三句 你妈就 你给我滚蛋 来了吧 是不是受别人影响的 所以你就会变得烦躁不安 这些都是人现实生活 学佛碰到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思想一直很聪明 很稳 很敏捷呢 碰到什么人都想得起呢 但是他碰到另外一个人 跟他一讲话 他就傻傻 你说人傻不傻 人被别人外界的影响 已经大到不可能控制自己的程度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被人要骗 就是这个道理 你想想看 我们不是被人骗的 我们连电视剧都能骗我们啊 想一想看个连续剧 明明知道这是假的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不停地擦还要看 你说我们被人家骗成什么样子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因为他的磁场 并另外一个人的磁场包住 他自身的磁场的功力就没有了 所以对方磁场比你大 他就能干扰你 穿透你 甚至把你全部覆盖掉 把你的意识 他可以锁在一定的范围和空间当中 他就可以完全让你的思维停止 我举个小孩子的例子 给你们听听 你是大人 对不对 磁场大 他是孩子 磁场很小 这个小孩子说 妈妈 说什么话 妈妈就不许讲话 是不是被他盖住了 过一会儿 妈妈 好妈妈带你出去 妈妈到哪里去啊 不管到哪里去 我叫你到哪里去 你就到哪里去 是不是磁场被人家盖住了 对不对啊 所以很多先生也是的 太太一开口 先生就不讲话了 有些太太也是的 先生一开口 太太又不讲话了 实际上 你是被他的磁场所盖住的 我待会儿会教你们怎么样 把磁场加大 以后叫他听你 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磁场放大 其实呢 你自己呢 就是拥有能量 对方就没有办法锁住你和盖住你的心 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把自己的身体和心啊要掏空 别人的磁场过来的时候 像穿透你的心一样 没感觉 我问你 别人骂你 你没有认为别人在骂你 你是不是没有痛苦啊 很多人人家骂 哼 这种人还配在我这里 他真的不知道他骂他的时候 他还是 是啊 这种人也有的 对不对啊 海长跟你们讲 过年的时候就是一种磁场的感应 为什么过年要说好话呢 对不对啊 看见你 哎呀 恭喜发财啊 恭喜恭喜啊 那你一听 恭喜还没发财呢 我还没发财啊 恭喜什么 不会的 因为你听进去了 恭喜发财 哎呦 你真的不像 好开心 实际上你接受了他的好的磁场 对不对啊 如果今天冲着你 哎呦 这人真讨厌 哎呦 看你的样子 你一脸拿就发财的 可能不了 已经听了不开心 对不对啊 马上已经受到他不能量的磁场的感应 所以你就会变得不开心 你接受了他 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 有人问我 台长单位里这个人整天给我眼看 摆我的眼 整天骂我 整天让我不开心 那我怎么样来对捕他呢 我说别人送给你一个礼物 你不接受的话 给谁啊 他说还是他拿去了 当别人在骂你 说你不好的时候 你不接受他 好像没有骂谁一样 他最后会气了半死的 对不对啊 所以很多人 气足病来 无人替啊 对不对啊 太太在骂人 开机关枪 你就在边上笑笑 骂谁啊 我又不知道 他骂了半天 啊 你还这个样子啊 嗯 更生气 对不对啊 所以还给他了 对不对啊 所以要懂一个道理 你们知道为什么 现在鼓掌人不多啊 因为讲到太太不好了 所以太太都不鼓掌 所以我们人把自己放空 就像一个靶子一样 你不要竖起来 给他打 你就放空了嘛 所以过年的时候 要讲好话 让别人开心 对不对 一种好的气场 哎呦 你也看你年轻了 哎呀 这叫语言不识啊 不识有很多种啊 哎呀 你不要以为 我给你点钱 这叫不识啊 哎呀 我嘟嘟你叫不识啊 你就说他几句好话 哎呦 好久不见了 怎么这么年轻啊 好久不见了 哎呀 他一看你精神饱满 哎呦 你2016年肯定很好 对不对呀 今天我 这个老伯伯 我一看见 哎呀 老伯伯 你精神还这么好 对不对呀 你当然开心了 一看见他 嗯 这个 前几年看见 我今年看见 哎呦 老的呢 你说说看 他马上冲着 什么鹿台长啊 驴台长 这就叫反馈 所以人呐 要懂得啊 不要被别人的磁场 把它射中 要用自己的磁场 把它顶住 那么自己磁场 怎么顶住别人呢 啊 一个人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人经过调查 很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么他对这件事情 很有信心 那么就会增加 你的磁场 和能量 这个时候 别人反对你 意见的时候 你就能顶住 他的磁场能力了 啊 比方说 董事 董事局开会 啊 你调查过这件事情 当别人提出异议 你这件事情 不能这么做的 你这样做什么 他马上就说 一二三四 我都调查过 你很有信心 你把它顶回去 就是这样 所以磁场 就是一个人的能量 那么一个人 千万不要 被人家一说就动 被人家一说就动的人啊 实际上 他的磁场能力不强的 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 你们一定很开心 为什么 我不是单单在讲佛法 我是把佛法 融进了人的生活里边 所以台长讲的是白话 佛法 我们人经常会身体不舒服 这是因为个人的意识太强 你们知道 有的时候一个人啊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天怎么这么不舒服 哎呦 我会生什么病吗 哎呀 我会得癌症吗 哎呀 我怎么这里不舒服啊 有一个人就是这样 一摸 哎呀 长了个小疙瘩 其实长个疙瘩 差点肥皂 多洗洗澡就没了 一摸 哎呦 会不会挨着吗 远摸夜大 我的妈呀 到医生这里去查了 医生马上说 切片 啊 要看 不知道是良性恶性的 要割掉 吓都吓死了 所以人啊 自己的意识 等于把自己的靶子啊 太显化自己了 容易接受到周围别人发出的信息 啊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你们听过收音机 收音机 在月墙的信号 多的地方 你只要有一个声音出来 叹叹叹叹叹 就是这种声音出来 就是你靶子不要出来 所以人家说 枪打出头鸟啊 对不对啊 人怕出名 猪怕撞 为什么 猪撞了之后 就干嘛了 在啦 太肥了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低调 你状态好 心态好 对不对 身心空的 周围没有办法影响你 这样的话 你如果 能够 想经常用自己的状态很好 你就顶住别人 对你说三道四 所以很多人被人家 在社会上说三道四 而自己倒下来 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我还没说倒下来 那个人 你知道倒下来 所以 自己身体不好的人 记住了啊 如果你们身体不好 很容易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苹果 有一点点烂的 你放在一个空气很闷热 这个环境很不好的地方 它越烂越快 对不对啊 同样放一个苹果 没有一点烂 你放在这个位置上 它不一定会马上烂掉 对不对啊 所以你已经感觉到身体不好的人 不要轻易的去跟那些 天天说自己倒霉啊 天天说自己 哎呀我真苦啊 不要去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会受它磁场的影响 磁场 太显化容易受到干扰 所以 话多的人容易被人家攻击啊 我说的对不对啊 不讲话的人不容易给人家骂啊 话多的人很容易被人家骂啊 对不对啊 所以学会话要少一点啊 有时间多念点经啊 还能陶冶自己的秦朝 今天呢 我给你们讲一点全方位的知识 有一种人 他长得五官 长得圆满 很圆满 很圆润 那当然是件好事了 但是有些人呢 他虽然脸长得很圆润 但是呢 他做什么事情呢 都不顺利 在相学里面有一句话叫 上等的人看相 就是说这个人很会看相的人啊 他不是看五官的 不是看你长大 哎呦 这个人鼻子眼睛怎么怎么的 不看 他看什么 看你的神韵 你这个人神韵 哎呦 走出来很利啊 所以很多人眼睛虽然很小 但是一出来很亮 然后呢 所以呢 一般的批八字 才看五官的 啊 因为呢 我知道印度尼西亚呀 马来西亚呀 新加坡 他们都讲究这些 风水呀 命像 实际上台上 这种东西对我来讲 太 太拿不出手了 太小了 这种东西我是救人的 你要说要看点风水命像 这对我来讲 不是小菜一碟的辣 大家听得懂吗 有一种人 他五官长得虽然不是太太好 但是他的心灵很美 整天的做善事 他散发出慈悲的 清新的 没有足气 这种人运气就会很好 所以一看 你不管他长得好看那个 他精神看得出来 所以说 哎呀 你精神很好 一看这个老婆婆 八十岁了 又精神怎么这么好 怎么像六十岁一样 他要讲给你们听 如果你表面上看上去 六十岁像八十岁 实际上你已经 多了二十岁了 就是说你已经耗掉 你的二十岁的生命 如果你今天只有四十岁 但是你看上去 像六十岁的人 你已经二十岁被折手了 所以不要拿自己的生命 去换钱 所以很多人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得 要吃素 念经 心理要保持一种常态 我很开心 一直觉得自己很开心 我们经常去跟那些 很痛苦的人去比 觉得自己很满足了 你就会越来越发喜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为什么你跟有些人在一起 讲话 你会觉得很轻松呢 你有时候跟别人 另外一个人坐在一起 你就会觉得 莫名其妙的紧张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烦躁 实际上 你已经心灵的磁场 受了他的影响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一起吃饭 坐在一起 只要有一个人 不讲话 就连板子 你讲笑话 大家都笑不起来 很讨厌的这个人 对不对啊 今天你们大家都坐在一起 每个人都张开手 嘴巴在笑 对不对啊 那个张先生笑得最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他嘴巴张的嘛 开心了 学博了 对不对啊 所以学博也是这样 当你学得越来越开心 那么你就是 自己最好的法文了 当你学得 你觉得不开心了 我不想再学了 那么你已经 跟这个法文没有缘分了 就是这样 就是跟人跟人接触一样 是一种气场 所以有些人 为什么被别人一说 就很容易改变自己的观点 因为你自己 就是不能让自己的 磁场 能够遮住它 拉住它 所以意念 才会被人家带着走 他想说 很多人没有主意的人 就是心灵磁场不够的人 一听这个人说 哦好好好 可以可以可以 他自己没有主意啊 对不对 所以要 这种人要念什么经呢 常念心经 我现在告诉你们 磁场的增加 靠念经 明白吗 还有吃素 然后呢 因为心经呢 是增加比较 智慧磁场 很多人一碰到事情 爸爸 这事情怎么样 没关系的 那你这样去做 那样去做 老板 这个事情怎么办 没办 没关系 这样做 他有智慧的磁场 念经啊 常念大悲众 可以增加你心力的磁场 心力是什么 我有力量 我的心中有力量 愿力大的人呢 他的磁场就大 所以很多人说 我一定要 好好修行 我一定要让我孩子 能够考出来 考在一个 好的大学里面去 那你的 愿力越大 你的磁场越大 你孩子不行啊 可以的 你的孩子 没关系 你就一直这样 你让孩子有个信心 你的孩子真的能成功 所以对人间 很多人什么都害怕 就是心力不强 所以很多人 这个不可以做 这个会上当吗 这个会受骗吗 他会骗我吗 好 心力不强 念大悲众 所以记住了 心力不强 会成负能量 记住了 多想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事情我可以做 这个事情我应该做的 就叫正能量 加持 如果今天觉得 我害怕 这个事情不能做 那个事情我害怕 这个事情可能会做错 那你心中充满着负能量 所以你什么事情 都做不出来 所以经常帮人治病的 医生专家 请注意了 实际上 其实没有一个医生和专家 他们身上的刺杀是好的 很可怜 因为医生帮助别人 为什么呢 他们每天接触的都是病人 你想想看 好好的人会去看医生吗 神经病啊 身体很好 在家里开心做菜做饭 好久没看医生了 去看看医生去 今天去看医生的人 都是医生 我怎么做 我的心脏 每一天都是活在这种当中 医生一跟你接触 你要怎么样 全是负能量 对不对 他的磁场不好啊 所以做医生很可怜 所以病人的磁场 跑到他的身上 他好的磁场呢 就被病人全部拿去了 所以你们懂吧 所以很多时候 我叫你们 不要突然 自己带带孩子 不要把孩子 完全交给一个年纪很大的 自己的爷爷啊 奶奶啊 给他领的话 会影响孩子的磁场 这个其实我讲这句话 其实我也是帮那些 爷爷奶奶的解脱了 他们已经领得很烦了 我正好 朋友不要我磁场不好 我心力不够 你们去领吧 所以我们要懂得 好的磁场 被人家会慢慢地吃掉 你想想一个人好磁场 妈妈很开心 孩子天真无险 对不对 无险 妈妈我们到哪里去 去什么 妈妈我们一起很开心 回去 你整天想吃 我没有 妈妈我就想过节 让你开心 什么开心啊 你说妈妈开心 哇 哭了 他好好的磁场 就被他妈妈破坏掉 对不对啊 所以你们坐在下面 很多人如果 今天听台上讲话 还笑不出来 说明心里有烦恼 笑得出来的人 至少心里现在没烦恼 很多人笑都笑不出来 你想想看 说我这个人 一点烦恼都没有了 我很幸福 你说可能吧 所以能笑出来 这个人心就开了 所以开心开心 把你的心打开了 叫开心呀 所以病人散发出来的病气 会破坏你好的磁场 都让医生 医生啊 给循环代谢 所以我讲这些给你们听啊 你们好好学的 所以医生长期给别人治病 很容易自己也生病 所以在医学界有一句话 就是说 治肝脏得肝病 帮人家治心脏得心脏病 帮别人治癌症 他得癌症 接触太多了啦 你经常接触那些伤风感冒的人 你肯定会伤风的呀 对不对啊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要学会进化自己 并不是说 叫你们不要做医生 做医生要有正气 要有好的磁场 病人的邪气上来了 他能够顶住 他照样可以做医生 对不对啊 所以要懂得 有的人站在你边上 你会觉得很讨厌 有的人站在你的边上 你很想多看他一眼 实际上 就是我们说的 有的人是善业 这个人一看就是 哎呀 给我带来很多幸福 很善 我很开心 我愿意多看他 我愿意跟他多在一起 对不对啊 有的人一看他 讨厌 怎么又来了 对不对 其实就是一种 气场的感应 这样的话呢 业力就开始产生 实际上业力 就是一种磁场啊 大家听得懂吗 那为什么 台湾跑到哪里 他们就跟到哪里啊 我今天跑到巴弹岛了 他们居然还跟到巴弹岛了 欧洲的 法国的 德国的 啊 丹麦的 全部跟过来 还美国的 加拿大的 啊 还有 啊 这个这个 这个 我马上还要开发 还没 还没去的 那个叫 阿拉伯 那个国家叫 迪拜 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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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现在也要成立 共修主了 厉害了 我要是以后到 独拜去弘法 说不定 你们又跟到独拜去 所以 我们经常说 这个人很有魅力 很有气质 其实 是指这个人的精神 灵魂 散发出来的 磁场和力量 其实用佛法界讲 就叫缘分 今天 我们看着 观世音菩萨的像 我们看着 越看越 喜欢观世音菩萨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 磁场和能量 把我们吸引的呀 一看见观世音菩萨 就开心 哎呦 菩萨 开心嘛 对不对呀 所以 大家要记住 我们人 要学会精神上的干净 一个人修心 就会纯净 他的磁场 就好 不但自己 舒服 还能让身边的人 觉得舒服 这就是 经常人家说的 哎 我跟你有缘分啊 我跟你讲讲话 我也很喜欢讲啊 这就叫缘分 实际上磁场 合了呀 对不对呀 你们跟观世音菩萨 全是都有缘分的 所以你们想想看 连道教 他都拜观音了 现在到处都在拜观音了 因为你们心中 都有观音菩萨 在你们心中觉得很 好 很善良 很慈悲 我们愿意看到 观世音菩萨 所以你们才拜啊 这不就叫 跟观世音菩萨 有缘分吗 对不对呀 好了 如果一个人 心神不干净 你发出的磁场不好 别人会感受到 很不自在 尤其跟你在一起 觉得时间长了 想说的话 都说不出来 最后 再见啊 没缘分 而且会对对方 有一种害怕的感觉 我问你们呀 隔壁邻居 有一个张妈妈 对你好得不得了 见着你不停的讲 哎呀 坐在你家里 假的不肯走 你又不能干活 只能陪着他听 听到最后 哎呀 想想很多话 讲不出来 被他全讲完了 最后 好再见了 再见了 好多人 你说你害怕他吧 因为再敲门 你就害怕他 上门来 假话 对不对呀 所以 我们呢 就犹如我们人可以交流 但是当我们看到动物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动物啊 你们记住了 动物的磁场 完全是属鹰的 猫是属鹰的 所以很多店里面傻傻的 想发财 还放一个招财猫 在那里 你想想看 养猫的人都是破财的 这个都不懂啊 猫是破财 因为猫属鹰啊 教你们个方法好吧 先教你们听声音 我问你们 女人属鹰的 女人的声音是不是尖的 他这样吗 你看吗 对不对呀 男人属羊的 哎 哦 是不是这样 猫的声音呢 喵 对不对呀 你狗呢 就属羊的了 狗怎么叫的 你狗都不叫了 你们已经有智慧了 孩子也不叫 你说大家跟师父在一起开心吗 像不像在天堂一样 人们开心就在天上 一不开心就在地狱里边 对不对呀 所以学我学的这个样子 你真的是解脱了呀 对不对 所以呀 不要家里养猫 其实狗也少养 真的 因为他们是所以畜生到的 你看看 畜生的身上都有味道的 脏不脏 臭不臭啊 很多女人呢 抱着他拍照片 哎呦 给他梳头 你实在他吃什么东西啊 脏啊 因为吃什么身上就会散发出什么味道啊 你你你到那个shopping center 到那种购物中心 你只还没有到这个一排 买狗的地方 你就闻到臭味了吧 他讲了 你怎么可以养动物啊 动物一养 属鹰啊 所以我们人 有时候在人间 做坏事了 就像动物一样了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磁场就是感应 有时候对方不开口 你就会觉得 他身上有病 对不对 他不要开口的 他一看 你看他的脸 我问你们 如果一个精神病走到你面前来 不开口 你还不知道 他是神经病 哎 你好吗 你是不是知道他神经病了 是不是脑子坏了 对不对 实际上是磁场 那么这跟身体干净不干净 洗过澡不洗过澡 没有关系 因为这种感应 是从他心灵散发出来的一种磁场 所以一个人 哎呦这孩子聪明伶俐 很可爱 实际上这个孩子 他是一种散发出一种灵气 很活泼的灵气 修行呢 就是把自己心中的身心啊 释放出来 让自己身体和心灵啊 跟宇宙融为一体 你的心胸越开阔 你就佛就会住在你的心中了 你的心很小 你说菩萨怎么进得来啊 今天我们有这么个会场 那么你们全能坐进来 如果今天只有一个很小的房间 这么多人怎么进得来呢 对不对啊 把自己的心胸要宽大 所以过去有句话说 做宰相啊 宰相肚理 能撑船啊 大家听得懂吗 一个有修养的人 一个人你在家里坐 掌舵人是个男人 你就不能气量小啊 把瓶盖拧拧紧紧啊 对不对啊 经常跟老婆吵啊 你不像个大男人啊 你说今天李嘉诚这么有钱 会动不动就跟他老婆吵架吗 他不会的 他有气量啊 对不对啊 你看他 他跟人家小公司做生意 他把人家送到电梯门口 一直鞠躬 人家看见他这么谦卑的君子 人家拼命地把他去做 对不对啊 所以人要学卖税 长得越高 头要随得越低 越有资格的人 越有本事 越是有官位 或者有财运的人 大老板 我借了太多了 都是很谦卑的 你去看 就是那些小生意 小老板才会变得越来越牛 好像自己钱用不完一样 对不对啊 我又想讲个小笑话 但是这个小笑话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说 这个夫妻两个啊 对不对啊 夫妻两个人 爸爸妈妈在谈 一个小孩子在边上 爸爸妈妈谈 这个小孩子呢 平时总喜欢在家里收收东西啊 就把东西藏起来 有一天呢 爸爸妈妈两个人说 家里经济上很接近 没钱了 一点钱都没了 那小孩子呢 咬咬牙 就拿出来一张 五十万的钞票 就给他爸爸妈妈看 结果被他妈妈一个嘴巴打过去 你知道吗 这是烧的 那不是用的 稀薄 所以我们人就是要懂得 一坐下来 一闭眼睛 你就会感应到自己心灵的磁场 和这种好的感应会打开 你的正能量就会发出 所以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不要讲话 坐下来安静 所以一个人 排长经常讲 发脾气的时候 动怒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决定任何事情 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一定会后悔 所以要把心中思维打开 理解自己的意识和头脑的关系 其实人的意识 只是外界的一种感应 我感觉不舒服了 但是你头脑呢 要冷静 要清醒 别人说什么 你不能去动 就是头脑控制了你的意识 但是当你得到意识太多的时候 你的头脑被他污染了 控制不住 所以你就会跟着意识走 所以佛法界讲 叫无为 无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什么都不去想 没去做 就是我做什么事情 不经过头脑 这样的话呢 一个意识 马上就会在你心中浮现 可能讲这句话 你们听不懂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别人 有一个人跟你说 你妈妈 谈到你妈妈 你可以在几秒钟当中 妈妈的形象就出来了 这就是无为自然出来的 大家听得懂吗 然后呢 并不是说 我的意思 哦我想 我妈妈是谁 我妈妈长得什么样 它是自然的 就叫无为 当我们学博学到后来 嘴巴里讲出来的 完全是无为 什么 就是无为 就是我今天讲出来 就是菩萨的话 你叫我动脑筋 我就是慈悲 你今天叫我做的动作 就是帮助别人 自然的 想都不要想的 就出来了 你就修成了 这就是菩萨说的 无为的最高境界 所以我们意识 就是由你自己心灵的干净 磁场所变 台长告诉大家 你们今天碰到不好的人 他讲的话 让你不开心 其实你的磁场 已经受到他的干扰 甚至被他吸收了 所以碰到这种人 最好笑嘻嘻 先不要讲话 守住自己气 你越跟他争 你越生气 其实你被他气就吸收了 所以当这个人跟你讲话不通 很讨厌 他的时候 你就不要讲话 笑 趁着他笑 因为记住笑的时候 能够挡住对方的气 听得懂吗 人家在骂你的时候 你笑 他更生气 把他挡回去了 对不对啊 人家在骂你的时候 你还笑啊 气死了 对不对啊 所以台湾告诉你们 你们要懂得 已经被人家吸收掉了 怎么办 回到家 要把这些不好的磁场 氛围 把它净化 就算干净 用什么方法呢 坐在椅子上 很舒服的空气当中 人很安静 坐在那里 念 一遍大悲咒 三遍心经 大概五分钟 之后 念的时候很认真 你一会儿功夫 可以把你接受的 到来不好的气场 全部笑掉 所以很多人 修了很多年 哎呀 我学国学了很多年 好像我很有本事 我修得很好了 但是呢 被别人讲上几句不好的话 马上就改变主意了 所以这种人就是磁场不定 所以为什么修心 一定要修行 接下来要告诉大家 修心 为什么一定要修行 好吧 你看我都是讲佛法 但是大家愿意听啊 对不对 因为 修行 是通过你的行为 听不懂 就是说 我今天修行啊 我来插花 哎呦为法会 我来做善事 我来放板凳 哎呀 在班的时候 他有一个叫行为的震动频率 你在做一件好事的时候 他有个震动频率的 在心中啊 所以这种震动频率 会把你记忆中 所做过不好的事情 你清洗掉 所以很多人很痛苦的时候 来 我带你出去 我们一起做点事情 你不停的帮人家做善事啊 我照顾老妈妈 到养老院去 那个时候就把你心中 刚刚生气的事情 全部忘记 所以这个震动频率 所以修行 要修心 修心要修心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失恋的人 或者被烦恼 所纠缠的人 他们通过 不停的机械性劳动 为什么有些人 一不开心 感情一不好 他就做事情 他就可以忘记 很多人 很多人为什么 不停的买东西 不停的吃东西 他也能笑掉 他通过大脑的皮层感应 自己吃的东西 很满足 来饱和他 让大脑的血液 都到胃里去帮助消化 而大脑就不能动了 大脑动得出来的人 是血液情况 非常好的人 你看我跟你们讲的 都是医学道理啊 所以可以暂时 把很多的烦恼忘记 但是我们学国人 要想精进的修行 去除烦恼 就是要不停的念经 不停的做好事 不停的放生 不停的去帮助别人 你就永远不会拥有烦恼 所以人为什么不开悟 就是没有把自己的心灵打开 当你们把心灵打开的时候 你们就会感受到天地人三合一 实际上人这个动物 是最最高级的动物 因为只有人是头顶着天 脚踩着地的 所有的动物都是背朝着天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磁场 其实都能感受到 别人的起心动念 你跟别人接触的时候 你能感受到他的能量 而且你能感受到 他的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那我现在举个例子 你今天感受到你太太 是好还是不好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今天是一杯白水 对不对 你是正能量 算白水 但是负能量就是有颜色 污泥浊水 只要把污泥浊水 往白水里一倒 你这个白水就变了污染了 今天你如果觉得你是正能量 只要跟家里人讲话 对方让你很不开心 你记住对方已经是负能量 负的磁场人 所以你就不要跟他在交了 所以很多人跑过来跟你 这种磁场一不合 你就千万要当心 很多女孩子傻傻的 其实人的第六感觉 就是我们说的 佛法说的叫 第六感觉就是六识 我们人有第八意识 阿赖意识 那是很深层的 那第六意识呢 就是我们说的第六感觉 今天你们去买房子 交男朋友交你朋友 第一面是最重要的 当你看到他第一面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你的第六意识 哎呦 这个人很好 你看这个房子很光亮 我很喜欢 你就买 你就跟他谈 如果今天 你看这房子 哎呦 然后边上的卖房子跟你说 哎你看窗户多好 你看这个多好 你看这个 他一介绍你说 哎是蛮好的 你已经上当 你不是自己的内心意识 你已经是被人家 磁场所干扰的意识 你今天谈恋爱 你看这个人很好 那你就是真的好 感觉到他好 如果你今天一看 这个人很讨厌 过一会儿 这个男的 哎呦 我告诉你啊 哎呦 我很有钱啊 哎呦 我有船啊 我怎么样了 你 好了 你就搞不懂了 你就搞不清楚了 对不对 你的意识 已经被人家吃掉 所以台上呢 要你们懂得啊 游炉在很暗的地方 你看不到垃圾 当你 寻火人 心中有一颗灯 一打开 你就会看到 这个房间里 有很多垃圾的存在 看到后来 你就想消除它 这样你才能包容 和驱逐自己身上的负能量 记住了 经常笑的人 经常想得开的人 是正能量 经常烦恼的人 经常不开心的人 连笑都笑不出的人 他一定有负能量 只是多和少的问题 所以我们学过人 要开开心心学博 欢欢喜喜败博 认认真真成博 谢谢大家